让我们有请腾讯影业的副总经理陈英杰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小辉 联合文化的CEO白艺森 和黄金桐的总导演林楠一起上台 伴随着我们的最好的合作伙伴上台 也请各位给一点节奏的掌声 欢迎四位好吗 欢迎 四位好 咱们先聊一聊粉丝们最关心的话题 黄金桐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跟大家先说一说 我们请陈老师跟小辉总先跟我们聊一聊 黄金桐是改编自那个原文平台 大神的几个作者打演的作品 讲述的是一个银行的 典当行的职员 就是由一心眼的庄瑞 因为一个特别的机遇获得了黄金桐 这样一个特别的特异的功能 然后从此以后他具备了十股健保的这样的一个功力 从此最终这个一心最后一路逆袭登顶 这个人生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 就是有了自己更大的版图了 所以这个听说您这样 因为他要健保 他十股变精 那一心就得读很多这方面的历史知识了是吗 对肯定会要 肯定会要 所以最近有在恶补吗 最近有在看黄金桐小说 没看完太长 对 但是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有意思 有意思 对 小慧总您是怎么看待一心即将演的这个角色的 我们是觉得 本身这个黄金桐就是一个少年洞察财富人生的一个神奇的一个故事 少年洞察财富人生 洞察人生神奇的故事 第一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是 第二我们非常愿意出品 由一心来充当男一号的网剧 大家支持吗 谢谢 您要不要说一说在哪家网站看得见呢 您要不要说一说在哪家网站可以看得见呢 明年 由导演说了算 好嘞 其实这个我们非常 他说是少年可以创造财富的故事 非常就像是一心扮演的一个中国未来首富的故事 当然了这个部分的部分我相信会非常的严谨 因为在黄金桐这个故事当中 如果让他真的能够让各位有更强的说服力 有更强的投入感 在历史的细节当中 在健保系当中 一心也是要学习很多 所以接下来一心将会非常的辛苦 舞台和台前幕后 都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咱们也为他鼓鼓掌打个高 好吗 咱们这边这两位呢 都是从老九门和二月花开合作过来的制作人和导演了 那二位觉得 这回的庄瑞这个角色和二月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可以跟咱们现场的朋友说一说吗 导演 二月红是世家 庄瑞是平民 白手起家 对 特别准的那个词大家都知道 我不方便那么说 对 你们都知道吗 对 那我能知道吗 你也知道 所以二月红一出场的时候 其实他是带着自身家族 积淀了很多年的光环跟气场 明白 庄瑞没有 庄瑞是走入人群瞬间消失的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毛头小子 但是最终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一个他的孩子 可以教我说我是世家子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就成为富一代了吗 对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会让更多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会有代入感 说实话复不复杂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在寻求着自我价值的被认同 这可能是这次庄瑞这个角色 就是一星要扮演这个角色会带给大家的更多存在感 这里的每一位粉丝和正在喜欢着一星的粉丝们 除了为你鼓掌之外 也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拼搏 一星就在扮演着千千万万他们有共鸣的故事 可以这样理解 谢谢 非常谢谢 咱们也问问领导 对不起 问问领导 两位都是我的领导 两位领导 艾兰跟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角色的认知 二月红和庄瑞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二月红是在万恶的旧社会 所以二月红在老九门里边是已婚 而且丧妻 你说丧妻就行了 你说已婚就不合适了 然后庄瑞是生活在新社会里 太好了 所以庄瑞是一个单身青年 你等一会儿 这事能联系吗 能是这两个角色 两个角色 因为在新社会里选择多 不这么容易包办婚姻了 对对对 而且结婚了以后不会丧气 没错 没错 不会 然后在黄金桶里 就不要管什么丫头了 黄金桶里能管点什么呢 你心里想知道 黄金桶里他主要是要去健保 然后就是就不用求药了 大家知道是 如果你特别想求药的话 我们也可以加一场酬药的戏 有一句话说的好 要活在当下 过去 赶快让他过去 让他过去吧 过去吧 就是为了事 就让他永远被封存下来 我们永远活在红极下 说在新时代 一心您自己觉得 跟我们说一说 跟这个决策 您自己的期待 其实我比较期待能够在这个角色上面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一些知识 特别是对一些宝藏 因为我们要健保 然后会对一些宝藏跟古玩 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 我希望跟南岛多学习 也跟白格多学习 这个他们的里面那些精髓的故事 和关于一个物件的真正的历史由来 还跟那叫什么叫底蕴 有底蕴的东西 哎嗯 这部戏会一心会带给所有他的粉丝 跟所有这部戏的观众一个惊喜 也是一心本身的一份承诺 跟他应做的一份担当 在戏播出的证据之后 那部分内容大家会看到 那部分其实 不管是戏中的庄瑞 还是生活中的一心 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 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记住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流淌了什么样的血 为什么我们会骄傲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通过黄金桶 让我们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 也要明白我们的民族从属 让我们更多的对国家的认同 在这一刻奋发成爱国热情 在这一刻 我们不仅仅关注着一部戏 也关注着一段 即将被更多年轻人书写的祖国骄傲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有请一心和黄金桶的主创们 在各位的见证之下 一起启动签约仪式 有请 我们有请导演和一心一起在各位的见证之下 用在电子档上摁下手印的方式 证明我们新手相携 一起努力创造全新的手势奇迹 现在各位在大屏幕上看到 两位已经把手印都印在了我们的拍子上 而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屏幕的方式 也让各位共同来见证这一刻 我们共同的庄重宣誓 谢谢 非常感谢思维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掌声再次谢谢他们好吗 也请思维老师先请台下入座 谢谢 谢谢